在业黨今日接連在立法院 針對美國萊豬開放進口食安疑慮 召開多場會議 當衛福部始終回絕出席 9號上午在民眾黨團召開的 萊克多巴胺規範工廳會中 立委高宏安痛批 政府宣稱一切作業遵照國際標準 但從溯源管理 產地標示 再到廚餘養豬的控管 都尚未訂定一套明確規範 廚餘的保證 溯源管理 做到標示 做到篩檢 生物監測平台大數據的累積 這些我們政府都準備好了嗎 如果都沒有準備好 你怎麼可以告訴民眾 你們吃不到 儘管政府強調會強制標示 豬隻產地 另外針對來源複雜的豬肉加工品 衛福部長陳時中日前也受訪回應 未來無論是否為散裝食品 希望全面標示豬肉來源 但在另一場由時代力量黨團 舉行的完善風險評估記者會中 立委陳嘉華 探開衛福部一百零八年 萊克多巴胺肉品食用的風險評估報告 批評內容為針對孕婦 幼兒 以及心血管高危險族群 進行深入研究 而國民黨團也召開修法記者會表示將針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跟學校衛生法部分條文進行修正 希望以法律效力明定禁止瘦肉精肉品流入市場跟校園 同時也需標明使用狀態 為了要讓教育部對民眾的承諾真的能夠約束到所有的在學校相關的廠商 以及我們相關廚房的運作 所以一定要在學校衛生法裡面的第二十三條入法 才能夠真正做到我們相關的應該要你們的把關 面對諸多質疑尚未釐清 各黨團紛紛向政府喊話 希望不要倉促行事 罔顧國人健康 原事新聞 JC買許家榮立法院